冠之妥胃药风波 真假难辨 食药署署长在立法院马上被立委咨询 你有照片吗 有 我们都有相关的照片 然后也公告给我们所有的卫生局 有告诉他们这个 其实以这种药品的辨论 我们有很多的社区药局 药师们很乐意为民众们服务 把责任丢回第一线药局 不只是要帮民众辨认胃药 食药署还宣布 从9号开始 民众可以在基层医院药局诊所 全面退换 但是 全台都在抢药 货什么时候到不知道 药商表示目前货都在运送当中 会以台湾从未销售过的批号 以及防卫印章做更新 不过区域医院以及医学中心 都是由原厂直接出货 不在换药名单内 建议民众更换前先打电话做确认 但药局申请期限定在3月22号之前 申请完还要等两天才会供货 换货上限规定只有两次 恐怕让药局得搜集一定数量 才会退回原厂 难保民众不会有断药风险 大家新闻台北综合报道